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泰国全境77个福都可以找到MG的经销门店 目前已经有18万泰国车主开上了这个中国品牌的汽车 其中电动车的累积销售量已经超过1万台 更是成为泰国市场电动车的领导品牌 刚刚来的时候和这个员工交流 然后我给这个工程师布置一个任务 那么我用英语和他交流 然后对方就点头 那我就认为他掌握了知道了 然后到第二天我来检查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工作都没有做 然后我又跟他交流 他也不断地点头 我就发现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对 那么我就把翻译请过来了 通过翻译我去了解 原来他昨天根本什么都没听懂 那他为什么要点头 那就是一种习惯 就是你说 那么他就点头 这个其实跟泰国人的文化有关系 他就是对你表示一种尊敬 所以这个我也就掌握了一个诀窍 就是以后我在跟泰国同事交流的时候 我讲英文 如果对方没有反馈 没有向我问答 那么他可能就是没听懂 那么这个时候 我可能就会再反过来说两句 如果他仍然点头 那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没听懂 那这个时候 我就必须把这个翻译请过来 那通过翻译沟通 然后确认他是听懂了 然后再请他复述一遍 这样呢 虽然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呢 这个浪费一点时间 但至少保证我们的工作效率啊 这个工作是能够落到实处 我们要把这些得奖的东西要忘掉 我们要拿掉更好的东西 将来的东西是最主要的 对吧 这个已经代表过去了 已经代表过去了 15年了都代表过去 15年了 我们要把握现在与将来 这是关键 最新的一个奖是哪一个呢 最新的这个是这个 这漂亮啊这个奖 好漂亮 就是No.1 Brand Talent 2122年的这个Award 迎着EV卡 就电动车 电动车 这个戏份的这个地方 这奖杯好漂亮 这奖杯多啊 你看车多啊 这里只是部分啊 还有一部分我们我们我们都放不下来 只能挑一部分 你看这个都有特色的 蛮有特色的 这个这些奖项 这个是我们就是上市的 所有的产品都在这个罗列 这个是第一款MG6 这个慢慢的走过来 走到今年就上了这两款 一个都是电动车 你看ES MAXUS 9 这个整个整个一个十年的一个我们产品上市的这个都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的PLUG IN 也算新能源的一种 插电 可以可以插电的 插电强粉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款SEDAN 有轿车了 这个蛮漂亮的吧 很便宜啊 我发现这边车的颜色都特别好看 很醒目 然后呢 这个这个就是HIV的 我们一代HIV的这个车 这抹茶色也很美 是 这很少见这个车的颜色 这个车国内呢是哑光的 我们呢弄的光亮的 这个原来的这个颜色哑光的 我们现在就光亮了 这泰国是不是有什么市场上的一个秘诀 就什么颜色的车好外有吗 买了最好的永远两款 一个白一个黑 白黑两个永远的经典色 经典色 你豪车基本上白黑 你弄这个颜色都不行啊 来了就这个大杯 对对对对 这个设计小的还有大的 那冰块还是再套一个 这个都没问题 这个小杯不算大的 还有大的 这个都不算冰块 我们都算好的 确实啊 都算好的 这个都细节 你中国过来的测试 你都要考虑这种细节 本来人家拿着杯子乘车 这些你们是怎么注意到的呢 我们原来也吃过亏的 NG都过来也放不下 人家也抱怨 那我们改啊 就马上改 这磁细不但完善我们的产品嘛 这是我们的这个方向 有反馈立刻去执行 对对对对 这个是肯定的 你要在这个国外市场打开缺口 你总共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这个需求 咱们速度跟得很快啊 对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厂啊 我们刚才说了16年 嗯 到17年 开始造车十个月 是吧 十个月是吧 十个月 我们十个月就这个 这就上七十多啊 人家太过来永远不相信的 你们十个月 开始从开始土地平整 开始造厂房 造第一辆车出来 十个月 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 十个月你们能把第一辆车下来 就是总装线里下来 没人相信 那按照他们的这个想法是 你们两三年骑马的 我们刚才在这个都都车上 一直待了有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 然后数了一数 网友看到 MG的车辆大概有10辆左右 我记得是MG6 MG6 作为一款全新的一个产品 在中国上市以后 我们在泰国卖出第一辆这个车 其实整个公司对于 在海外卖出第一辆车了 因为那时候 大家的概念都是国外的产品 到中国来买 第一次大家觉得 有中国的产品到国外去买 大家还是蛮兴奋的 咱们上期的这个MG的品牌 进入泰国市场以后啊 是逐渐的 让泰国人对于我们中国品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从无到有 那么在这10年的过程当中 泰国人对于中国品牌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这个事情 他们的认知也是在循序渐进的变化的 所以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吗 我们现在目前的网络有158家经销商 那个时候是零 而且这158家经销商 我们已经 我们说refresh 就是更新换代了好几好几好几轮了 其实从零开始到两万台 是很难的这些事情 可能我现在从两万台 我要从四万台或者中五万台 可能也蛮难的 但是从零开始 那是真的很难 因为品牌大家不接受 我们如何让我们产品慢慢让消费者接受 慢慢开始喜欢 到现在大家一提到MG都觉得 OK 中国的品牌现在越来越好了 然后我们的电动车越来越好了 那么大家也看到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新的中国品牌 开始进入泰国 其实这也是泰国的消费者 开始慢慢接受中国品牌 泰国这个市场 原本都是日系汽车为主流的 那么咱们是如何撕开这个裂口 然后同时还让这个业绩一步一步攀升的 做到哪些努力才实现这一点的呢 我们原来泰国市场上面 所有的车产品 天窗是一个很高档的配置 就大家觉得装了天窗 这个车就是卖一百万以上 在五十万六十万左右的价位 是不可能有天窗这个配置的 那时候引入的那款产品是MG3 经济型的轿车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些配置 就装上去了 然后我们的价格就是在六十万左右 那消费者觉得 这样的价位可以有天窗 有这些好的配置 那么大家会觉得 原来这个产品 这个配置稍微少了点了 那个价格是贵了点了 所以对于整个泰国的汽车行业的这个产品的更新换代 也带来了一定的加快速度了 所以在全国布了一百五十多个电桩 快充装 然后基本上我们消费者 大概在每一百五十公里 就可以找到一个MG的这个充电桩 所以也打消了 我们的MG的消费者 对于这个 使用环节的一些焦虑 顾虑 一定程度带动了这个MG的 包括泰国市场的一些电脑车的一些销售 那如果将来您回国的时候 等于说您也要把这块营业的销售市场 这块的工作转交给下一任 对吧 您希望当时那个时候 是以什么样的状态转交给下一任 我当然希望我们的份额越来越高了 我说排名是排了 我最好排名第一 我最好排名